请大家在收看本期视频之前点赞互提 欢迎收听由林玉智为您带来的年月夜话节目 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歧视怪事和邪视 欢迎投给小编 我是年月夜话老鱼 我是喵喵 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 好欢迎收听我们的年月夜话 欢迎回来 本期开门见商 作为我们的2024年众位节特期 不宜多做宣传 一宣传就没了节目 你也知道我们收稿子 就会有大量的稿子过来 然后每一篇我们都会认真看 所以回的会比较慢 这篇稿子是在起码是最近 最近两个月内这么多稿子里面一眼让我看到 这稿子特稿人来自于我们的客户号叫做君宝 我们看他小宝好吧 小宝第一句话就是说 在我的认知里面 道教是我们国家的传统教派 能入道教的人 至少心地是纯粮的 他们是一群特殊的存在 我一直把道教的法师和道人 当成这个世界上值得尊敬的人 直到我和朋友遇到的这件事 我对道士有了别样的看法 原来是我低估了人性 原来在成为道士之前 他们也是一个普通的人 而且小宝也说了 后来他自己复盘也想了想 毕竟都是人嘛 不是谁都能做到王重阳那种境界 所谓人心不顾 事情发生在2024年3月4号 春天 金哲的前一天 他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楚 是因为写这件事情之前 就是投稿之前 他刻意去翻了那天的朋友圈 那天他发了朋友圈 就是金哲我们租到了新房子 他当时和朋友是在苏州 他自己所在的这个小区 他住的是个城中村 这个小区被改造了两次之后 环境整体都不错 房租也不算贵 所以这里很热闹 但不繁华 那小宝的这个房子太小了 想着如果朋友过来玩 你在我住两三天 倒是能将就 但要一直住下去的话 很多东西都放不下 不太方便 对 而且朋友也不太愿意麻烦他 毕竟这里家家都是拆钱户 不差钱 不差钱 所以他来苏州 是准备过来玩好几个月的 所以小宝说 干脆我给你租个房子吧 就下面我们都搞着为了方便 我们就称呼他 就位朋友叫亮亮 好吧 小宝说这里的房子 几乎都是四层小楼 被房东装修过 他们跑了很多家 终于在这一天找到了一间 还算是合适的房子 在三楼临街的一个屋子 楼下是一个很大的超市 亮亮说这个房子真不错 这个房间里面有香水味 闻上去很舒服 但这个香水味有点特殊 是佛堂烧的那种香的香味 弹香 弹香味 不是那种单纯的香水味 房东说这里之前住的是一位道士 说是个四处旅游的云游道士 房租是一下子叫了三个月 走的时候只说不住了 前后其实只住了七天 对 那走的时候 他也没有要求房东 去退还后两个月的房租 所以这个房东觉得 有点占到便宜了 对吧 是 干脆就把这个房间 说是干干净净 就直接出租了 没有做任何的过渡 当时小宝把亮亮的日用品 和床上用品全部给买齐了 把这个屋子重新规置了一下 床下面压了一块 类似于石碑一样的东西 石碑 对石碑 它不大 就立在睡觉那一头的床底的位置 还是立着 哎 你忙还会惊讶呢 就是 它还是被用浇水粘在里面 拔不下来 我去 这是刻意 对 亮亮呢 她当时大大咧咧的 没当回事 就说 哎 你弄不到就算 你就放哪了 反正也不想睡觉 对吧 在床下嘛 那铺床的时候呢 那位道士留下的被褥 就没有动 只是重新铺了一遍 那咱们这个投稿人 和亮亮铺的时候发现 原本该放枕头的那个位置的被褥下面 也就是这个道士的被褥下面 有三张并列竖着的黄纸 咱们投稿人小宝呢 拿起来看着看 说并不像林振英那个电影里面的那些符纸 这些符纸上面有很多的圆圈和长方形 在这些圆圈和长方形里面呢 有很多看不懂的小字 而且还是那种连起来写的类似于草书这种 特别的难以辨认 这个亮亮跟小宝两人寻思一阵 说 看不懂 放回去吧 毕竟是道士做的 说不定是好事呢 这个是惯性似 你有没有发现 如果我碰到这个事情的话 我也觉得可能是一位善良的道长 他想要镇宅啊 或者干嘛的 是 你可能会想坏处是吧 我看到石碑我就不住了 真怪怪 石碑可能当时他们不会觉得这是个石碑 只是一个小石头 压泡菜用的 它毕竟是一个很小的时候粘在床下 毕竟之前估计两人没遇到过这些事情 它的警觉度不像咱们俩这么高 我相信如果你不做年约的话 你也没有警觉度 确实也是 你甚至可能那个黄纸都不看就拿起来 我都不知道会有这些东西 对吧 那说谓正题 他们俩觉得 这个东西应该是好东西 说不定我们也能沾沾这个道士的仙气 小宝是没说话 但他当时觉得 这个床头那边墙上贴着的墙纸有点奇怪 虽然说是新贴的 但是感觉没有完全贴合到墙上 这个时候亮亮是从楼下买了酒和菜 就说咱们吃点饭吧 对吧 先把饭吃了吧 你别搞了 你别神神叨叨的 不就是个道士住的吗 正常 然后他俩呢 就嘻嘻哈对骂了几句 开始喝酒了 酒过三巡 菜过五味 也就各回各家了 第二天 也就是经浙那天 亮亮打电话 把这个小宝教训说 来吃饭 吃完饭呢 带我去苏州溜溜 那吃饭的时候 亮亮就给他说 说昨天晚上是我长这么大以来 睡得最舒服 最轻松的一次 特别踏实 哦 还真是好事 对 这个小宝说 是不是这个道士做了法 你再睡得那么好 哈哈哈哈 又一阵嬉笑起来 他们两人在苏州溜达了一天 这一天是累得不轻 这个亮亮说 哎呀 就今天白天逛得太累了嘛 晚上我也不想喝酒了 就直接回家睡觉吧 那小宝自然同意了 那小宝回家之后呢 是携了洗澡 有漫游戏曲的 叫玩原神 天亮之后呢 亮亮给他打电话说 你赶紧来看看 出事了 哎呦 说什么事啊 亮亮电话里面告诉他说 我身上有很多啊 紫黑紫黑的斑 就突然出现莫名其妙 就一片一片的 像是奶牛的那种斑 那么大 对我第一反应是那么大 这话说的小宝也吓坏了呀 小宝也想这么大 就说你昨天晚上是不是把头磕到梦游了还是干嘛的 对吧 你这个产存幻觉或者是你磕到撞伤的 就跟亮亮说不可能 两种情况都不可能 我回来很累 特别疲乏就直接睡了 现在虽然说脑子有点不在状态啊 但是我不至于这种斑和正常皮肤分不开来 是 但是呢 亮亮也没当回事 就没有把她的严重性提到多高的层级 就说这样吧 你带我去泡个澡 我看看能不能把它搓掉 哦 以为是脏啊 哎 对 是的 而且她说啊 嗯 就是实在不行 我们再去医院看一看 那结果就是 他们去泡个澡 缓解了一下 这东西肯定还存在嘛 嗯 那没办法 两人去了医院 医生看完之后 给的答案是 湿疹 湿疹长这样吗 湿疹严重的话 指不定能这样 哦 我不太确定啊 我也没得过 如果有了解医学方面的语言的话 可以在咱们评论里去说一下 嗯 亮亮就说 哎 估计是这个房间太潮了 但是啊 他也觉得 身上的这个 起的这个斑纹啊 跟湿疹不太一样 啊 就问医生 您确定是施疹吗 医生反问一句 你权威还是我权威 啊 真会堵人 是吧 就说 拿药 拿药 付钱拿药去 他们俩拿完药呢 就回出租房了 下午啊 小宝去了湖州 期间呢 也跟亮亮保持着联系 偶尔寒暄 他只知道他说 你现在这个是什么啊 就不能沾水 你脸上和身上 只要沾了水 可能就会出问题 所以呢 你就先别洗澡了呗 嗯 等到小宝第二天 从湖州回来 亮亮说 我昨天在家打了一天游戏 没事 就感觉也不疼不痒的啊 但是我皮肤上的这个斑块啊 更严重了 哦 但是从小宝的角度来看 可不止这样 他说 不仅是亮亮身上的这个 奶流状的斑块 更严重了 整个人都眼见的变瘦 皮肤发黑 就是明显的 能肉眼的看出来 他这个人啊 有一种衰败的迹象 这才多久啊 两天 嗯 是吧 小宝就觉得不对劲了 说 你从过来 住到这个房间 才第四天 你出现这个症状啊 这个病灶 才两天 你该不会什么 爱博拉吧 这有点夸张啊 大家投稿里面 他是确实这么写的 好兄弟 就说 赶紧赶紧 你就问家大人吧 就让他跟他妈妈开视频 说赶紧和你妈妈来苏州 带你去这个大医院的专科看一看 当天下午 亮亮的妈妈呢 就坐高铁过来了 还是小宝去接的 路上呢 他妈妈很担心 儿子嘛 就一直问什么情况 那小宝自己也是不明所以嘛 就把这几天 他知道的这些事情啊 全部说了个清楚 一五一十的 给亮亮的妈妈说了 等到了出租房的时候啊 可把他妈和小宝吓坏了 因为这个房间 他们是准备打扫亲属在走 他妈妈就以为这个墙纸啊 是他们两个人贴的 当时打扫的时候呢 就把这个墙纸啊 顺手撕掉了 撕掉的那张墙纸正好是亮亮睡觉头顶的位置啊 那个方向被墙纸遮住的地方竟然是黑色胶水 或者这个或者是小宝自己的推论啊 就是雪画的符签 哦 有个符藏墙那边 对 而且这个画符的这个溶液 颜料 不对劲 是 他这么一讲确实对啊 如果雪啊 放了很久的话 他确实会变成黑色 偏黑嘛 就不新鲜了吧 那这个时候呢 亮亮说之前啊 有个快递是点名送到这间房子的 他拆开来打开之后啊 发现有一张黄纸 这个黄纸上面啊 画的跟这个符是一模一样的 哎 就跟这个墙上 隐藏在墙纸里面的符的这个样貌 是一模一样的 只不过呢 这个快递很快就被房东啊 要走了 说是给我儿子用的 给我儿子买的啊 可能就填脱地址送到这来了 我房子多嘛 那小宝当时帮着亮亮的妈妈 在收拾她东西的时候啊 她妈妈一边收拾 一边就埋怨她了 说哎呀 你们怎么这么多带血的纸啊 哎 你是生痔疤了呀 卫生纸 对卫生纸 亮亮说没有没有 没有痔疤 就是我从住进来开始啊 每天都会偶尔不定时的留一点笔血 有的时候很多 有的时候很少 哦 也不对 对吧 是啊 这个时候小宝是反应过来 说报警吧 那亮亮妈妈说报啥警啊 你这事报警警信吗 收拾完东西 饭都没吃 就带着亮亮说 要回郑州看一看 那妈妈呢 把亮亮接到郑州 去了哪个医院呢 小宝也不知道 那自死之后呢 就没有联系 后来啊 咱们小宝 咱们小宝去帮着退房的时候还拍了很多照片 那这件事情呢 也慢慢的从她的生活里退去了 她只知道这间房子后来被重新装修过了 只是回想起亮亮的事情啊 她也没多过问 因为后来她知道啊 亮亮回去之后 也就半年光景吧 人就死了 人顾去了 死了 对 她通过一些朋友圈各方面的信息 去看这个亮亮当时 我们能说是顾去前的照片吧 整个人是受到皮包裹的 小宝心里面是五味交杂 看到手机里面的照片也觉得很晦气 就全部给删掉了 所以她这篇投稿呢 并没有给我发来什么照片 那为什么是 她有这个投稿的想法 其实事情到这里呢 就发生的部分 结束 她为什么会想投稿呢 她说本来我都该忘了 因为知道了一件太气愤的事情 有一天晚上她和朋友一起喝酒吃烧烤 就是那种路边摊什么的 喝到中途呢 这个朋友的朋友来了 这个人啊 他是一个开馒头店的 他这个来了之后呢 坐下就喝酒聊天嘛 喝着喝着啊 小宝不知道为什么 就聊起了亮亮的事情 没想到这个开馒头店的朋友一听啊 来劲了 因为他当时这个馒头店啊 是主要做这个外卖生意的 不光是有这个线下门店 但是他的主营大头是外卖 他会给附近几个小区的各大超市 送这个馒头花卷什么 我觉得这个就不是外卖 这个可能就是供应商 对对对 所以有些事情啊 他比小宝他们知道的更清楚 毕竟他们都是朝九晚五的 偶尔休息一天还得请假 那这个开馒头店的这个朋友 可能天天都得看店啊 做馒头啊什么的 对 以下呢就是他们俩的一个对话 可以这么说 这个馒头帅哥说啊 说哎 是不是某某超市上面那家 然后多少号多少洞 小宝自然说是啊 怎么你也知道这事 所以馒头帅哥说 我靠 我现在都不让朋友去他们家附近 那家太邪了 这句话说完 他喝了就直接炫掉了半瓶啤酒压压精 小宝就问 你啥情况啊 反正咱们都自己人 你说说呗 然后这个馒头帅哥就说 他家那姨啊 就这家房东啊 不是人 给抠掉就算了 还让人给他家儿子抵命 他家一楼有间房 你注意过没有 小宝说 你这讲的有点没头没尾的 就啥呀 你别开玩笑了哥哥 你讲的啥呀 我都听不懂 不过确实啊 他家一楼有个房间 我没见人进出货 这个窗户也是堵起来的 应该是仓库吧 那这个馒头帅哥说呢 我是送馒头的 所以我知道这个 这个房东这家人啊 他儿子前年的年初啊 出车祸了 还好救回来 救回来之后呢 刚开始还算正常 但是过了半年吧 就开始生吃狗肉和猫肉 说的也不是人话 就是那种乌拉乌拉的听不懂 小区莫名其妙 丢了猫丢了狗 都会让警察到他家去 这老两口呢 知道这个孩子不对劲 但是毕竟是自己孩子 惯着 就把这个出问题的这个人啊 把他控制在一楼的房间里面 自那以后就会有一个道士 每隔一两个月都会来一次 哦 至于为什么这个馒头帅哥啊 知道的这么清楚 是因为当时那个超市的老板娘 是一个很八卦的人 而且他很迷信 很独信 这个房子出入什么人啊 老板娘都一亲二亲 只要这个帅哥去送馒头 哎 他们俩都会了解这个事情 更何况 这个事啊 多少沾点邪性 那大家肯定是忍不住 多聊两句嘛 对 这个馒头帅哥接着说啊 说你那个朋友死之前啊 你说亮亮啊 已经死了三个人 哦 这是第四个 对 跟这个房子相关的 你这个朋友呢 好歹是死在家里 那些人啊 直接就死在房子里 哇 就是201号房 小宝听完心想 哇靠 我朋友当时就是201号 怪不得这个房东说 这个我们这个房子 只租给男孩子 并且是单身住户 就是你只能一个人住在这 嗯 小宝听完之后 瞬间 鸡皮疙瘩全部起来了 三十多度的天气 一阵发寒 刚才不是说他们在吃饭吗 在路边摊是吧 是 吃的差不多的时候 回去已经微醺了 路经他家门口的时候 咱们小宝啊 还绕路走回家的 那等他自己的这个房租 快到期的时候 就立马换了小区 租房子之前啊 真的得好好看一看 所以在投稿的最后 小宝说 一直以为学道 并且能入道的人 必定是心正面善致 但这个倒是 感觉不太对劲 啊 稿子呢 到点结束了 哦 助纣为虐了 这个 对 其实我觉得 从整篇投稿的 行文逻辑 来推断的话 因为毕竟这个是 咱们小宝的主观的点 可能是这个道士啊 就像你说的 助纣为虐 就是帮着这个 房东家的那家人 在做什么事 来帮他儿子恢复 还是别的什么 对啊 但是似乎也不排除 这道士呢 是通过一些方式 来抑制 这个地区的 这种邪碎 也有可能 对吧 不好说 嗯 就是房东的儿子 因为出车祸 然后比方说啊 丢的一魂一魄 然后被什么邪恶上身了 对 那你又不能 把他立刻干嘛 那怎么办呢 那我们把他困住 让他不要祸害一方 这个道士呢 定期过来 给这个法阵 蓄点能量 但是也不排除 他这个蓄能量 是有代价的 那不好说 反正 那你怎么说 四条命打着你 对 是的 所以不管怎么说 因为我们 道听途说 没有办法 看到事情的全貌 总之 我觉得还是像 小宝最后的那句话 咱们租房 住房 还是小心为上 嗯 我因为最近后台 总是收到有鱼友 嗯 就是问 哎呦 这个我住这房 怎么上面贴一幅 怎么有一镜子 就好多这种 然后因为我不太会 及时回嘛 嗯 就是比如说他今天发 我可能第二天上午 才能看得到 对 我基本上都讲 你就别别墨迹 别思索 别思考了 你直接撤就行了 好在这些鱼友 好像最后都是说 就不住了 就是不考虑那块了 嗯 他镜子其实大家都懂 我这里就不多做解释了 其实福啊 你其实特别有意思 你拿着这个福 你拍张照 去拼多多搜一下 大部分都是正正 对 是这样的 但是这样 我还是会劝他们 你就是有的选的话 还是算的 嗯 对吧 因为我就怕什么 就是有的鱼友 他已经注定去了 嗯 然后他给我 因为我这边也会有一些 他已经注定 哎呀 不小心发现个福 你上拼多多搜一下 都是这种 量饭式的 这台福没什么用 对 其实是没什么用 哎 不用放在心上 真正的给你发现一些奇奇怪怪的福 你这个得提起注意 对 我们也是希望生者亿 死者安息 也祝咱们小宝呢 后面的日子平安顺遂 是的 那这稿子到这 好 今天第二个呢 也要是咱们客服号的鱼友 叫SE-M-M-E-R-I-N-G 咱们就喊他小S了 这两件事呢 都是关于咱们小S妈妈 嗯 她以前发生的事情 小S说她妈呢 算是个灵感比较强的人 她是这一个大家庭的老小 出生的时候呢 外婆已经将近40了 再加上这个饥荒啊 家庭贫困等问题 这妈妈呢 生下来就是个弱胎 嗯 比寻常的婴儿呢 要小上不少 也更体弱多病 小S是觉得 这可能就是她灵感强的根源吧 敏感 第一次灵异事件 其实发生在妈妈才三岁的时候 当时老外婆也就是妈妈的妈妈的妈妈 就是姥姥呗 就是小S姥姥的妈妈 对对 就妈妈的姥姥 对 老外婆 刚去世没几天啊 但外婆的这个姐妹啊 又很快生下了个男婴 嗯 所以这家里面这悲伤的气氛 消散得很快 因为新生命降临了嘛 对吧 大家都喜喜洋洋的在家里 办起来就洗 小S说 当时老房子呢 是一个口子形缺了一边那种形状 是由三间房间拼接而成的 每间房间啊 都只有面向院子内的 那一扇门 妈妈当时年纪小啊 酒席不能上桌吃饭 于是呢 外婆就把妈妈放在右边那个房间的门槛上做了 啊 让她自娱自乐 打花时间 嗯 门槛后面房间啊 就睡着刚刚出生的那个小宝宝 也就是妈妈的侦儿 大人们呢 把宝宝哄睡着着啊 就去旁边房间去吃酒了 啊 只留下这个门口的妈妈和门里熟睡的宝宝 两孩子 对 大人们呢 刚进中间那个房间的门 有一个满头银发 身着一身黑衣服的老太太 突然就出现在小S妈妈那个房间门口 好像是从空气中凭空出现了 嗯 悄无声息 给妈妈吓了一跳 据回忆啊 那个老太太身高不算高 被勾搂厉害 两只手啊 被子身后 脸呢 就直直的朝礼物望去 妈妈说 感觉很奇怪啊 那个老太太当时明明就在她脸上 但她无论如何都看不清这个老太太脸 到底长什么样 就不是人啊 就像被藏在一片灰雾之后一样 嗯 这老太太开口就问她 嗯 这里用方言呢 就是一字小孩子 嗯 里头睡的是袁某某的小孩嘛 这袁某某呢 就是妈妈的阿姨 妈妈说 是啊 这老太太没吱声了 就一直静静地背着手 在门口 也不动了 过了好一会儿呢 老太太又问她 说 小朋友 我可以进去吗 妈妈就说 你想进就进去 哎呀 这就不对了呀 小孩子嘛 谁懂这个 嗯 这老太太呢 就悄无声息的进入了 路过妈妈旁边的时候啊 妈妈只感觉 我靠 这明明大夏天突然冷得厉害 一股骨子里面渗出来的晕寒 老太太刚进去没多久啊 里面这小宅儿突然就开始撕心裂肺的哭 嗯 旁边这个房间里面大人啊被惊动了 也就暂停吃饭了 往这个房间跑 这外婆跑过来是不分青红皂白就揍了妈妈几下 说好端端你揍什么你小侄子去 妈妈被揍疼了就哭着说 不是我 我没揍她 这刚有个老奶奶进去了 是她揍的 就外婆以为是妈妈把这个孩子弄哭了 对啊正常嘛 就外婆听完更生气了 又揍她了 说这房间里面根本就没人 哪来老奶奶 是你们看不见 这时候呢妈妈就一边哭一边叫委屈 说刚刚明明有个老奶奶进去的 穿着一身黑衣 外婆看这打他好几下也没改口 就开始问她 说你说这老奶奶长什么样子 有没有什么特征 妈妈呢就圆圆奔奔 说了一遍刚才自己看到的样子 听完之后外婆就问她 那老胎啊是不是个子差不多这么高 背呢很坨 还喜欢背这个手 妈妈说 是的 外婆说坏了 怕是你外婆回来了 你就是我妈回来了 她头期还没过 我们就在家半久 她生气了 好严格的老太太 外婆呢赶紧没墨子 去鸡棚里面抓着这公鸡 用刀割开了鸡脖子 然后提着鸡将鸡血 撒在门槛前的地面上 一边撒一边难难道 妈妈 今天小妹生孩子 没给你上供 是咱们子女不孝 你老人家宽宏大量 之后都会补上了 就放过你这小拜孙吧 最后一滴鸡血落在地上 瞬间 这小侄子哭声啊 还真是戛然而耻 外婆呢 赶紧就进去抱起小侄子 仔细检查 看到这脸偶一样的细嫩胳膊上 出现了密密麻麻 轻轻辞辞 掐痕 都动手了 是的 上手了 要不然哭啥 这么严格 我的天 睡得着着的 就掐醒 这事呢 就到这边了 第二次灵异事件发生呢 是小S的妈妈八岁的时候 当时农村里面呢 就要砍柴和割猪草 猪草应该是喂猪用的吧 对吧 应该是的吧 我不太清楚这个 因为需求量呢 比较大 所以这村落附近山里面 都被砍得差不多了 想要再有收获啊 就得走到很远 进这深山里 嗯 那天是妈妈和小舅舅 一起去山里面砍柴 这一路上很热 一直到山里树多起来 才凉快点 妈妈呢 那天早上吃的不多 再加上这一路奔行啊 已经是饿得 前胸贴后背了 于是就抛下这个小舅舅 自己准备去找点野果子吃 嗨 真快乐 是 那他走着走着呢 就看到了个年轻的女子 据描述是黑色瀑布一样的长发 一身白色裙子 站在林子阴影处啊 直勾勾的朝着小S的妈妈笑 妈妈呢 看了两眼这个怪人吧 嗯 没管 继续呢 在灌木里面找野果子 余光瞥间啊 那个女子伸手弯着手指 招呼她过去 她虽然觉得奇怪 但那个时候年轻小嘛 也没什么戒心 还真就上前身 危险啊 等走到前面呢 那个女的伸出另一只手 手里啊 抓着一把满满的刺梨 看起来很新鲜 很好吃 咱们投稿员小S说啊 其实按道理 这刺梨啊 是深秋成熟的水果 嗯 当时正值夏天 是不应该出现这种东西的 啊 不是石令水果 但是妈妈那时候可能太饿了 又嘴馋 小孩子嘛 她就开心的问这个女人 说 我可以吃吧 那女子呢 压着没讲话 手臂僵直的 就往前伸着 只是微笑着 看着妈 妈妈呢 也没怀疑 很开心的接过那一首刺梨 就往嘴里塞 嗨 还真不错啊 这果子呢 是清甜粉粉的 又顶饱 妈妈吃的特别开心 但是没忘了小舅舅 还剩了几个 她就拿着跑回小舅舅身边 那小舅舅呢 正忙着割草 没空理她 干活呢 是 妈妈划水呢 妈妈呢 就从背后把果子 塞进这个小舅舅嘴里 塞完之后呢 也准备 别划水 我也干点活吧 是 干着干着 妈妈回头头发现 刚才那个白衣女嗓 似乎更近了一点 是 而且这脸上笑容 似乎更大了 嘴角的肌肉啊 僵硬地扯着嘴唇 这苹果肌啊 被挤得高松起来 那个笑容看起来非常机械 非常的 不像 嗯 慢慢地随着这个笑容 越来越大 她紧紧抿着的嘴也裂开了 妈妈说 那张嘴底张开之后 好像什么东西都没有 黑洞洞 五官呢 这首已经像水冲洗的 水彩颜料一样 开始扭曲变形 甚至褪色 哎哟 这自然是吓坏了呀 妈妈赶紧拍了拍 小舅舅肩膀 示意她回头看 还真礼貌呢 还拍拍 这我就是赶紧扯 啊 舅舅快救我 是 这舅舅回头看了 好像是 没看见东西 哦 看不见 哦 但是妈妈这个行为啊 好像激怒了 那个女士 嗯 她笑容一下 全部收起来 换上了一张 极其愤怒的面孔 两手伸着 发出一声 激烈的尖叫 就从树林里面 向他们俩跑过去 妈妈呢 一把拍掉 这个小舅舅手里 镰刀 拉着她 就往山下空奔 说当时啊 因为没钱买鞋子穿 跑的这脚指甲 全都踢飞了 一片血肉魔 都不敢停下 吓得不轻了 是 那逃跑途中呢 妈妈他们 其实还碰到一个 同样来山里砍柴的 林志甲小孩 她就一边跑一边 跟这个林志甲小孩 喊出 快跑 有疯婆子 当时啊 她光顾着逃命 也没有在意 这个小孩 到底有没有 跟着他俩 一起往山下走 跑了很久呢 终于是跑回村子里了 两人一进家门啊 突然就觉得 这肚子痛得不行 一阵天旋地转 就晕过去 请来手啊 在镇上卫生锁 外公看他们倒在地上 嘴边还有一滩呕吐物 就带他们去洗胃了 那还是很果断的 妈妈呢 也把今天发生的事 原原本本的 和这个外公说了 这时候外婆过来送饭 说是 刚才邻居过来 来我们家问了 说今天我家小孩 出去砍柴 就没回来呢 就问小孩子的妈妈 和小舅舅说 你俩有没有 在山上见过 对 妈妈说 可能是被风员抓走 第二天 邻居家大人 和家里的外公 还有妈妈 一起去了 昨天那座山上找人 在妈妈他们 丢失镰刀的附近 找到了那个小孩尸体 哎呦 但这个尸体啊 肿胀腐烂的 完全就不像是 只失踪了一天的人 嗯 那这个事到这 也就结束了 我刚才还想说 看起来的小孩子 看到妈妈和舅舅 这样狂奔下来 然后妈妈跟他说 有疯女人 这小孩子吓得 你不最疯 我觉得 是吧 就我要是莫名其妙 我也没看到 你之前看到的 这个怪女人 然后我迎面走来 两个人 对面还是跑过来的 我可能会更害怕 这两个人 是吗 我感觉我会跟着跑啊 嗯 确实挺吓人的 这种 你就像 一群小孩子去玩 然后排头的孩子 说有鬼 回头就跑 肯定全都跟着跑啊 啊 如果说你是一个 第三方的 就是 比方说 我们俩出去玩 看到有两个人 往后跑 说前面有鬼 那可能 我作为跟他 完全不认识的人 我不会有什么 太大的恐惧感 哦 对吧 是这样 我是这个逻辑的 但如果说是我认识的人 他跑 他往后跑 说一群没有鬼 我可能会跟着害怕 那这邻居家小孩 肯定认识吧 哦 也是 不是吗 也是 而且他俩 这个妈妈和小舅舅 其实肯定是吃了 不知道吃了什么东西 甲虫 伪装成这个 刺离的甲虫 啊 这女鬼是有所图嘛 对 就骗小孩的这种 这个小S的这个投稿 是递进性的 第一个是一个小菜 开胃小菜 第二个就 气死结果 第一个其实我觉得 爷们挺吓人 最后那种 就掐在这个手臂上 全是轻的 多吓人 就家里面已经过去的长辈 这么严格 在我看来就 怪怪的 是吧 是这样 可能也是早年间吧 思想会比较刻板一点 那不管怎么样呢 也是谢谢咱们小S的投稿 故事就到这边 好嘞 好 今天第三篇 我这边啊 这个稿层特别有意思 我们的投稿人 阿清 他在投稿前 就给他的稿子 写了个名字 叫做 马路跑火车 亡魂排排走 啊 一听就是适合中元节的 而且听着 这东西不少啊 对 他说这个事情 是关于他家 边上一条河的事情 不恐怖 但是他觉得很邪乎 而且这件事啊 贯穿的时间 长达几十年这么久 几十年啊 对对对 阿清是个潮汕人嘛 家里面对神神鬼鬼的比较敏感 比较懂啊 正常潮汕地区嘛 也比较独信啦 这条河呢 只要是住在这儿的人都知道 而且这个事情啊 他不光是住在这边的人知道 他说老鱼你上网查 能查到真人真正 哦 所以呢 这边我就把这条河的名字给匿名了 那阿清的家呢 就住在河边 只能说不是荣江这种大江啊 是一个流进市区的一条江水 那这条河就在咱们阿清家的家门口 进到隔了一条马路的距离 他这里也给我发过照片 基本上是特别近的感觉 是 如果说你钓鱼佬 这个鱼线够长的话 直接在家是吧 对对对 楼上就直接甩下去了 那很久以前呢 这条河是没有栏杆的 河岸上有很多烧烤摊 一到晚上就有很多人在这边吃烧烤 喝酒 有的时候早上阿清和奶奶 还会去河岸上啊 捡这个啤酒瓶盖 卖废品 喝酒嘛 难免要出事 加上这个河岸呢 又没围栏 就有不少人喝醉了 掉下去 哦 十足掉下去了 对 说这个河水其实不是很深 但是呢 淤泥很深 而且臭 附近的工厂呢 把废水啊 全部排到里面 掉下去的 基本上都上不来了 那臭死 不仅是臭死 就是主要有淤泥 对 其实你别说啊 我家门口那条河就是这样子 就跟阿清这边 唯一的区别就是 没有化工厂 也是淤泥很深 所以基本上 每隔一个季度吧 都会有人来清淤 嗯 甚至冬天 就寒冬拉远 竟然穿一个大皮胶衣 站在里面清淤 哦 这样 嗯 正好阿清家前面 这一段呢 有一座桥 水流经过桥底的时候 会变得比较平凡 那平凡的在桥下 乃至桥后面这一段 都会发现尸体 啊 就是之前说的 这个喝醉 失足落水人的尸体 也太下了 嗯 后面一直到零几年的时候 重新修了这座桥 把桥的位置改了 其实阿清到现在 也不知道这个 重新修桥的意义在哪 那么为什么 不是在老桥的基础上 进行三星河加固 或者呢 在这个老桥的基础上 直接就重建 是直接换了个位置 建了一座新桥 嗯 那关键是 改完位置之后呀 这个路程也没有变短啊 他说我们可以理解为 这个河的左右对岸 各有一条路 原本老桥呢 是对着左侧的这条路的 改完之后呢 是对着右侧的 嗯 而且在新桥的下方啊 建了一个小水坝 小时候不理解啊 长大了之后看啊 觉得 这么做 似乎是想要 镇住某个东西 哦 嗯 也就是在同时期 这条河也迎来了大整改 政府为了清理玉璃啊 就修了很多漂亮的护栏 在这个河岸边 清走了这些烧烤摊 整条河呢 也变得漂亮的一些 水也清澈了不少 但即便如此 依旧会发现尸体 嗯 说这些尸体啊 基本上是从上游飘下来的 往往就正好卡在那个新建的水坝上 阿星那个时候还会去看呢 那最开始呢 大家就怀疑说 这东西啊 可能是 飘的啊 腐蚀 因为他们看见啊 水面上飘着一个类似 黑色的头发 并且能看见一点脖子的颜色 嗯 向下趴着 只有头和脖子 在水上 跟垃圾混在一起 后面就有人报警 那帽子叔叔开着船去确认了 确实是一具男尸 从上游飘下来 就是这样的事情啊 大大小小 不知道发生了几次 男尸 女尸 一年来啊 至少有三五个被捞起来 嗯 也正是这次之后 这里开始发生了一些 比较严重的事情 有一年是一辆车 直接从这个桥上啊 撞断了护栏 冲进了河里 冲下去了 冲下去了 当场就色亮了 第二次呢 阿清印象比较深刻 是一辆三菱 夜里面一两点钟 也是连人带车 从同一个位置 撞断了河岸的护栏 冲进了河里 死了一男两女 嗯 那个时候 白天的这个大牢工作啊 父母是不允许 他们孩子下楼围观的 那阿清跟这个弟弟妹妹啊 还跑去八楼天台上 进行远眺围观 哦 站得高看得远嘛 他们就看见 有一具尸体 是被吊机 从河窗里面吊起来的 在空中的时候 还一直晃啊晃啊 给他们三个人吓得不轻 是啊 那既不禁是当天晚上 还是隔了几天的晚上 阿清自己被鬼压伤了 他说这一次 是他人生中第一次被压 也是迄今为止的唯一一次被压 嗯 到目前为止 这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他都积极忧心 具体是这样的 那个晚上呢 阿清莫名其妙地醒了 看了一眼墙上的钟 大概是夜里三点钟 想要翻身 发现身体动不了 他当时觉得 可能是我睡迷糊了 也没在意 因为他房间的那个窗户 正好是对着 他家门口的那条河的 紧接着 他就听见 马路上穿来了很多人的声音 嗯 听见人的声音其实不奇怪 大不了是 有人在马路上呗 对啊 但是 他还听到了 火车行驶在铁轨上的声音 哪来的火车呢 没错 哪来的铁轨呢 嗯 阿清描述说 就像是那种 老蒸汽火车进站 行驶的很缓慢 这种 矿子矿子矿子 矿铁 矿铁 对 他听得格外清晰 当时立刻他就知道 不对 大马路上 在他妈怎么开火车 而且他听到 火车后面 好像跟着很多人 啊 他脑补的是 一个火车头 带着一整条马路的人 在往前走 这个声音 有远即近 是那种 一点一点靠近的 最近的时候 他感觉就在自家楼下 能听得非常非常清楚 有非常多的杂乱的脚步声 他说当时是38度的天啊 他给听的是一身冷汗 但是身体是动不了的 嗯 那阿清那个时候 也是比较好奇嘛 他说比起挣脱鬼压床 他更想的是 如果我能去窗边看看 说不定能看到点什么 到底什么情况 对 那只能说呢 有的时候被压 也是一件好事 是 你去看指不定 出现什么问题 好奇心别太重 对 那这个声音 确实就像刚才说的 游远即近 在游近即远 慢慢就消失了 开走 对 给阿清感觉 好像就是说 路经他家 途经他家 好像就是有一个东西啊 要带上这条河 每一段河流的亡魂 往其他远方去 哦 哎 但随着声音的消失 阿清就这么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啊 阿清就发现 在那个发生事故的 那个位置 就不是有两辆车 在短期内 在同一个位置 冲下去的吗 嗯 在那个位置 多了一块排便 上面还刻着一个八卦 一记 拿温明脱火六个字 那直到现在呢 那块碑还在 说如果我们 去查百度地族的话 是能够看到 嗯 那有了这块碑之后啊 这里确实 也没再出过什么事了 而且啊 也没有再捞过尸体了 就非常神奇 而直到阿清离家 去外地工作之前 这条河都平安无事 哦 对 搞得到就结束 这是个站点啊 这个站点之前 本来就是 专门就收人 收旅客的 然后定点 会有火车过来接 我想的是 可能因为这条河这边 发生了太多事情 然后立这个碑的师傅 操作了一下 把这边的亡魂 彻底先带走了 嗯 就绝对干净了 然后我们再立这个碑 对 不然这个亡魂 可能会被碑镇压 导致他不能往山 是 哇 就还好阿清当年是被压着 万一他露头 哎 你一起来呗 我靠 这个确实挺 挺让人好奇的 这个 是 是 就为什么 路上有火车声 对吧 是 他家附近确定没有铁轨吧 确定没有 到时候我可以给你看照片 OK 这个照片如果我先找到的话 我们会用在稿子里 就是 因为最近聊天特别多 我们确定啊 好 还有很多 如果说你想加群 就不要加我这个客户号了 不然 我还要帮你清掉挺不好意思的 你加零一这个客户号 好 那行 那我们也是祝阿清 在后面的日子里面平安顺遂吧 没错 行 那今天也差不多了 作为咱们中月节特期 我们也不要说太多 让大家难以入睡的环节 早点睡觉是吧 半睡这个读物 因为我们发节目都是中午嘛 中午睡觉下午好好干活 你这人啊 有点煞风景 是 行行行 感谢您对夜话的支持和关注 就跟之前一样的 如果说你有些设例里说的 歧视怪事和歇视 欢迎持续跟我们投稿 任何特待都在发来投稿 咱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 拜拜